以撒书第28章第13节 网络被遣住 昨晚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没错我们今次上去真的 这个灾难未临到 但弟兄姐妹我想 你知道在信仰上 就如我所讲 神右手的启示 就等于神右手的能力 这个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启示录的时候 已经分享过了 但是我们怎样拥有这个右手的启示 我以一个过来人跟大家分享 就是原来在圣经当中 你切实则行的话 神先将那类的那一点告诉你 当你知道这类一点 你不知道那类一点的时候 其实你怎样连起它呢 其实原来切实则行的时候 是导致你能够找到那类一点的线索 而当你能够找到这些线索的时候 你才真正拥有神启示的能力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我所讲的 这次没错 感谢主 这个灾难未临到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如果这个灾难临到 以我们教会好色弟兄姊妹 大香理方式的准备 就算真的走到烂 都真的不是一件 真的可以说愉快的事件 因为我们的预备越足 我们才能够在这些光景当中 所受的伤害 以及所受的这些破坏力 是降至最低的 对不对 但是今次的预备没错 这个灾难没临到 但弟兄姊妹就如我所讲 原来我们切实七行在神的面前 就是为我们在做这个方舟 信仰上的方舟 换句话说 也是信仰上的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 在旧约圣经以色列人一打仗 就搬这个约柜出来 约柜这个字就是方舟这个字 里面充满什么 充满神同在的能力 导致神可以请教他们 打退你的仇敌 让所有审判都消失 但是你知道约柜 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这个神迹是什么 就是约柜 让约弹河分开 就是这个大水 能不能够去慢过这个约柜 不行 它跟罗亚方舟一样 就是这个大水 不能够慢过这个约柜 鼎子妹 我们都要好像住棚节 这个七个节旗里面 所说的这个真理一样 我们都要为我们人生 去做这个方舟 但是这个方舟 就是我们真正信仰的实质 就是我们相信 并且有行动 但是有一件我想你知道的 就是究竟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信仰的行动是对的 这个就是最容易 最简单的 如果你发觉你的信仰行动 越来越使得你萌塞 甚至不认识圣经 或者甚至强解圣经的话 那你的行动一定是错的 信仰行动 但是如果是真正对的信仰行动的话 你发觉你在神面前的启示是不会稀少的 是多得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历代历世以来 你会看到所有有信仰行动的人 无论是摩西 弱书亚 阿伯拉罕 他们有信仰有行动 好像雅各书所说的 他现在信仰不是死的话 那神给你的启示和能力就会日俱增了 而实际上这个我相信 你发觉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 是不是 因为过去那么多年当中 我们教会 不是好像一些识经监 坐在那里只有一个讲字 又不出去传福音 又不去行神职 又不去报道 又不去突破 不是啊 你发觉我们真的 做很多其他教会都不敢做的 行其他教会都不敢行的真理 虽然我们受尽很多的迫迫 或者是很多人的不接纳 但是我们很明显有神的接纳 有神所给我们的启示 但是如我所说 启示所说的这种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启示 是为我们带来右手的能力 而这些的启示 当如我所说 当原来我们的行动 做得对的时候 我们对神仰话的启示 就越来越打开 而这些启示越来越打开 岂不是摩西 就在这样的信仰程度当中 使他能够行到十灾 使他能够分开红海 使他能够盘石出水 同样我想给你知道 弟兄姊妹 有朝一日教会会被提 但是教会被提 是因为他们让主耶稣 用水直着道 即是神的话将教会洗净 记住啊 是用水直着道 即是神的话 将教会洗净 不是你的误解将你洗净 不是你自己所选的 那几节圣经将你洗净 是神的话 去将你洗净 就像现在每个主人 每一次的灾在启示旁 我们不是说神的话呢 如果我们说的既然是神的话 你可不可以只是选择性的去相信 选择性的去明 或者选择性的去听 或者选择性的去做呢 那我相信你会明白 如果你是这么强调 就是你自己的选择性 那很明显 你才是神 在你人生当中 神就不是神 对不对 他说的你对听就听 不对听就不听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 原来以错书书第28章第14节 到第15节 所说的这些人 他们既是领袖 但是他们又骄傲 又激潮 又涉猛 选择性的去接受神的话语 甚至将神的话 要去曲解到的阶段 已经变成是方言的避难所 已经变成虚荒的藏身之处 而到最后神说 这些人其实已经与死亡立了药 他们不是跟神 生命圣灵的律去立药 他是按照自己的罪性 去选择这些圣经去相信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所立的药 他是死亡 就像二策书第28章第14节 就这么说 所以你们这些涉猛的人 就是管车住在耶路上 这百姓的要听谣的话 你们曾说 我们与死亡立约 与阴间结盟 敌君如水障慢 经过的时候 像不像今次我们被这些 可能会黑暗之灾引发的海啸 这些人继续怎么说呢 他说 如水障慢经过的时候 必不淋到我们 因我们以方言违避所 在虚假以下藏身 但是神说 他会怎么样 神说他会以他的公平公义 做一个审判 他会照样让这些洪水慢 以为不会冲走他的人 他会让这些审判 准备临到这些全部以虚假或者谎言 成为他们的保障的人 因为在第十七节就这么说 我 这个就是神 必以公平为准成 以公义为先驱 冰薄必冲去谎言的秘所 大水必慢过藏身之处 所以你会看到 神有没有让这些审判 临到这一帮自以为是的人 将神的话去片面去解 强解的人 将神的话去扭曲 去随着自己己意 去成为自己祝福的人 神继续让这些审判 临到他们 而接着在第十八节继续讲 所以你会看到 简单来说 你看到这个现象 一样会出现在 七年大灾难的以色列人 记住 七年大灾难的以色列人 很多都还是逮捕给你的 他继续相信圣经里面 这些的应许 他们会受保护 受保障 但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不接受主耶稣 基督成为我们的国人救主的话 我们不接受圣经这些真理的话 其实圣经的各类型 的祝福是不会临到我们的 所以你要看到 这个是不单止出现在以色列人 其实将会出现同样 在很多这些不愿意 在神的话面前 降伏的基督徒身上 以上书第二十八章 第十三节 所以 要向他们说的话 是命上加明 灵上加灵 律上加律 例上加例 这类一点 那类一点 以致他们前行 仰面跌倒 而且跌碎 并陷入网络 被前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乐视频 宝宝 乐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